《黎马脱与时光》 黎马脱与时光期真的相遇了 第一次是在南京 1600年 所以从1600年到1607年 他们一直有来往 他们一起做了蛮多工作可以说 有的时候是从中文到中文 有的时候是从中文到中文 所以没错 黎马脱与时光期是 可以说第一个比较深刻的 中西对华才理学生 就是两个朋友 在两个朋友之间 他们不断地交换身识 交换他们的出色系统 可以说黎马脱与时光期 可以说黎马脱与时光期 就是透过许光期 而被订阅 当然黎马脱与时光期 已经有一些灵感 在中国 200年 他已经17年 在中国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是到底 比如怎么样 理解公子 与宗明主价的关系 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他还有满多问号 可以说 那最后 我会说黎马脱与时光期 都会说黎马脱与时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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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关系 当中交换了 他们觉得 他们的文化 最高贵的一个部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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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